好 而这个看了不见会大笑 但是看到它就很开心 这个动物园的明星 这个小宜亚 刚刚出生一个半月 它就已经碰上了两个台风 台风听过得好不好呢 当然很好 好多人在伺候它 动物园也说呢 猫雄馆是室内展场 非常的坚固 而且它的听觉功能 还没有完全发育好 所以风声雨声再大 它都听不到 宜亚舒服地躺在妈妈怀里 两只后脚丫翘得高高的 非常享受的样子 外面的风雨有多大 它浑然不知 尹亚出生一个半月 就遇到两个台风 上次苏立台风 它还在保温箱里 这一次和妈妈一起度过 不过保育员说 尹亚的听觉功能 还没有完全发育好 大概需要再过一个月 才听得见 所以外面的台风再强 它应该也听不到 而且猫雄馆是室内展场 其实相当坚固 风雨不会造成太大的声音 看它睡得这么舒服 想必不会知道 外面风雨交加 睡梦中的尹亚很有趣 有时候全身抖动 有时候又扭动后脚 或是突然发出叫声 嘴巴一直好像在嚼东西的样子 这些可爱的画面 民众在十月底 就可以在动物园的官网上看到 台北市政府将会架设监视器 把尹亚的一举一动 放在网上让大家一起陪它长大 中间新闻代理综合报道